朋友们好 这里是四川金塘县五凤溪古镇 上一个视频我们介绍了从成都到五凤溪的公共交通 这个视频我们就带大家到五凤溪的古镇上去看一下 五凤溪古镇和其他很多古镇都是一样的 原先古镇的居民和镇上的行政机构都搬迁到这旁边新建的 老的古镇现在主要就是观光旅游 从五凤溪的客运站到古镇那边 还有一段距离大概有一公里多左右 这边下去前面的右手边就是古镇 左手边过去就是新的五凤镇 这下面就是五凤溪古镇的区域 四周都是被山包围的 这些摊位都是当地居民卖的当地的土特产 这边下去就是五凤溪的新街了 全是当地居民摆的小商滩 新街那边我们就不去了 五凤溪从这里下去就是古镇 前面是一个鸭子路口 左手边下去就是古镇的入口 右手边下去就是停车场和景区的游客中心 我们先到游客中心去看一下 五凤溪古镇距离成都40公里左右 距离京城县城大概38公里左右 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是一个免费的旅游景区 最早是建于清朝的康熙年间 是成都市十大古镇中唯一的山地古镇 也是东方黑格尔赫林的故乡 这是古镇周边的墨行盘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金凤山 这边是青凤山 这个位置是百凤山 古镇就在这些山凹之间 旁边就是陀江 古镇的入口需要登记 现在我们进来了古凤溪的牌楼 里面那个水池叫凤池 水景观 待会儿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走这一边吧 这栋漂亮的建筑是基督教堂 最早这个位置是江西会馆 也叫万寿宫 解放后 这里是五凤溪小学 但是江西会馆的建筑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基督教堂 在这边有一条路啊 这个路可以上山 这边山叫玉凤山 上去过后 也可以从那边下到古镇上 我们现在还是走下面 五凤溪古镇 原先街上的建筑 大都是清代的民居 和一些会馆 但是现在这里大多数建筑 都是新建过的 但是还是保留了清代民居的风格 这条街叫白凤街 现在这里居家的很少 大都是一些商铺 依旅游纪念品店 和餐饮店居多 这个地方围了好多人 我们看一下卖的是什么 马饼 一些老年人喜欢 凤凰楼 喝茶的地方 镇子上最早有五条街 分别是金凤街 青凤街 玉凤街 百凤街 小凤街 均以凤凰命名 五凤古镇的由来 就和这五条街的命名有关 这些街道都是在山脚下 半山腰上 今天这里的游客 大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这旁边还有一些 这些小的巷子 小巷子里边 我们就不进去 土黄色的墙 喝茶的地方也挺多的 观音堂 这里面应该是一栋老的建筑 看那些堆切起来的石条 都风化得很厉害 五凤古镇的旺家码头 在历史上是夏川东的 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 有这样的一句话 来描绘五凤溪的码头 五凤溪一张帆 要装成都半成盐 五凤溪一咬讲 要装成都半成堂 可见五凤溪当时码头的地位 有多重要 下面这条河叫柳溪 可以在这下面乘船 待会我们从那前面过去 这些房屋 大都是木结构建筑 下面是通往关圣宫 上面是机缝巷 我们走一段机缝巷吧 这些巷子里面人就比较少 相对要亲近一些 商铺也不是那么多 这是什么生意的倒计室 是地震的预警的倒计室吗 刚才的声音是地震的预警声音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又地震了 我们下下面去吧 玉凤街 两边全是卖吃的 小吃的和一些旅游纪念品 下面是一个广场 这一栋就是观圣宫 观圣宫我们会专门一个视频介绍 这里就不介绍了 这边还是玉凤街 但是很多房屋都拆了 可能是又要重新打造吧 铁路线是穿过整个镇上 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铁路线 也比较老了 新建中的王爷庙 现在这里不能进去 我们只能在远处看一下 这座石桥应该是很有些年代了 这一片房屋应该是老的民居房 这条路叫旺江路 我们沿着这条路到前面去看一下 鸵江码头 这就是鸵江了 上面就是金塘县 鸵江就从金塘县留下来的 那一片漂亮的建筑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爷庙 这边遇到一位推机公车的 川西地区特有的交通工具 我也来试一下 推起来真的很轻松 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 智慧的发明 五凤溪古镇的行程 主要就是因为码头的原因 高峰期的时候每天有一百多只船 要把川西地区的粮食手工用品 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 又要把重庆、宜宾、鹿州运来的食盐、水果和一些洋货 在这里通过山路转运到成都 我们看那个位置就是码头 还有一只船 不过当年的那种盛况的场景 现在已经消失了 我们继续回到谷街上 刚才我们走到石桥的对面 就是清凤街 老的木架房 上面用的就是竹把和泥土 三合泥混合的做的墙 四川话喊的是 米巴墙 这边又有一栋老房屋 看起来还是比较原生态 这里以前是可以喝茶的地方 小河两岸 虽然这些房屋比较旧比较破 但是还挺有画面感的 这一座廊桥叫上义桥 对面上去就是观圣庙 桥的这一头对应的就是兰华宫 五凤溪在清朝的时候 由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 在这里修建了诸多的会馆 兰华宫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这里是四川省文武保护单位 整栋建筑、气派 红尾 今天这里是关了门的 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下 兰华宫的下面就是移民广场 这里也是喝茶的好地方 旁边是一家民俗客栈 这边好多人照相 这里就是移民广场 四周都是山 唯独这下边就是一个平坝 而且这旁边还有一条河 叫柳西可以划船 划船的费用是大船一条船100元 小船是80元 对面的山上就是我们刚才走的老街 上一桥 在这条桥上可以看到河两岸的风景 下面这条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柳西 前面就是可以乘坐船的位置 船就是在这条河上滑 这一边我们看那个远处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火车轨道 如果这个时候有火车在上面的话就漂亮了 右手边过去就是观胜宫 左手边这边就是喝咖啡喝茶的地方 我们走在下面 柳条飘逸 非常的舒服 这一排过去全是垂柳树 芙蓉花也开得正艳 柳西在这个地方一个大打回弯 非常的有画面感 帆船的造型 在线当年这里码头的帆船 上面上去是柳西花件 这些溪水很清澈 旁边还有那个清音乐背景音乐 从这边上去 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那个凤池 古镇这个视频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关注评论点赞 下期再见